微博之夜又云集了诸多贵圈顶流现身女演员有杨幂 刘诗诗等85花同台争艳 比装造比身材比状态 男顶流们也齐齐现身 肖战王一博为大勋各有各的风格 但最吸引眼球的还属去年属气档咖味飞升的新秀邓维 红毯上他与人间富贵花景田一起现身 两姐弟十分养眼 成为了新一对豪门姐弟 CP同一阶段被盖账为豪门姐弟的 还有重新回归的初代大花李彬彬 和刚刚凭借不少热门作品 转型为实力派的朱一龙 两人因为拍摄杂志Vogue Film相遇 火花四剑 因为同为实力派 还被外界称为影帝影后姐弟 豪门姐弟这个词 是近些年才在内域开始走红的 那么哪对明星是这个词的鼻祖 以往的盛典活动中 又有谁和谁的组合最有故事感 令人遐想连篇呢 邀景田 邓维 张冰冰 徐凯 此次微博之夜中 邓维虽然以全是浅色系造型出现 但因长相帅气 身材挺拔 所以一出场就给人豪门贵公子的既视感 而景田向来以人间富贵化著称 他的造型虽然不是当场最出挑的 却和邓维意外适配 不过景田的大裙摆显然不太听话 邓维便十分绅士的为他整理 被网友戏称为裙摆氏 出生于1995年的邓维比景田小七岁 不仅如此 两人出道时间也相差了14年之久 但南方去年因为拍摄长相思大红大紫 一跃成为新晋顶流 是实打实的代报咖 所以才能与已在贵于臣服多年的景田 走在一起 成为新的姐弟CP 在这之前 景田曾因拍摄斯腾与比自己小五岁的张冰冰搭档 两人俊男美女十分登对 在一起的CP感也超强 去年热播的乐游远 他同样搭档的是比自己小的徐凯 但两人无论是携手走红毯 还是宣传器互动 都是满屏的粉红泡泡 导致网友高呼 在一起 二童谣 黄景瑜 白景廷 除了景田和邓维 微博之夜中一起走红毯的年夏组合 还有童谣和黄景瑜 两人一出场 也被外界挂上豪门姐弟的标签 理由是童谣的造型别之大气 而黄景瑜则以黑系附加墨镜造型出场 走的是拽枯路线 他像极了不太听话的弟弟 被气场十足的姐姐就一起来的感觉 也有网友脑洞大开 直接称他俩是黑道豪门夫妇 确实 黄景瑜虽然是90后 但因为其长相 身材等原因 一直也没演过奶狗类型的作品 多以硬汉风出圈 所以忽然走入姐弟系列 有点令人不适应 童谣之前曾和白景庭的组合 则顺眼多了 他们联合演出了一个豪门姐弟系列短片 单看动图就已经能入戏了 此外 他还曾和为大勋合作大戏 南方秒遍孟艳成 两人同框的感觉也不错 三杨幂 陆寒 刘文 舒奇 李冰冰 其实最初的豪门姐弟组合 是陆寒和杨幂 自2015年的微博之夜互动后 开始广为流传的 两人相差四岁 但杨幂强大的气场 加上身上自带的贵气 给人一种深人物尽的感觉 而陆寒本身家境不俗 还出道具巅峰 身上一直都带着一种贵族气质 所以不仅是杨幂 他与哪位女性的合照 都会带着一种绯闻感 比如和刘文 是温婉富家姐姐 家匹帅弟弟 和李冰冰站在一起 就秒变奶狗弟弟 这听话又优秀的精英look 如果身边的姐姐变成了舒奇 那么则是清冷女生 和同样走高冷路线的少年霸总 难怪总有人说 陆寒百搭 和哪位女明星同框 都有不同的故事线 令人浮想连篇 四赵丽颖 王一博 谭剑刺 和以上几位被网友 挠不出各种故事的CP不同 赵丽颖 与王一博这对豪门姐弟 是实打实搭档过的 2020年 两人主演的武侠剧《游匪》播出 剧中 她是雷厉风行 峡谷柔情的侠女周匪 她则是身陷全谋漩涡 但敢爱敢恨的谢雨 她们是一对快意恩仇的逍遥情侣 CP感激强 在粉丝性中是一对神仙组合 两人当时在节目中的互动 也是爱意满满 印象中本应是都带着点清冷感的 她们相视一笑却明媚温暖 如沐春风 但实际上 姐弟俩早在2019年 便一起在星光大赏上携手走过 而被封为豪门姐弟 红毯中的她们 姿态又不一样了 姐姐赵丽颖雍龙华贵 大气端庄 而王一博则乖巧可爱 俨然一副邻家贵公子的模样 而除了王一博 女方在某次参与活动时 与谭剑刺同框的感觉 也有点豪气冲天的意味 而王一博也曾在某个香奈儿的活动中 和超模刘文撞在一起 她们的合影显然气场足了不少 给人豪门姐弟的气势感 而实际上 两人几年前曾在天天向上一起组秀 但当时王一博还是个邻家弟弟 完全hold不住姐姐的气场 武杨子 张婉义 王红义 范澄澄 90后小花杨子近几年 已经凭借出色的成绩 成为顶流女星 尤其是望男主的体质 更令她看起来自信满满 所以去年年底的几场红坛中 她的表现始终不俗 GTO盛典中 杨子与比自己小八岁的范澄澄 同传出场 两人之前和拍的要久久爱 即将开播 期待直拉满 两人之前也一起出席活动同框 俊男美女 气场强大 GTO活动当天 她以紫红色带钻长裙 加贵气十足的造型出现 举手头足间都是雍龙华贵质感 范澄澄的造型 是仿佛从古堡里走出的吸血伯爵 但在气场强大的杨子身边 则显得有些呆萌 到了腾讯星光大赏中 杨子又携长相思剧组出现 尤其是和张婉义 王红义两个比自己小的男演员同旺时 也带着霸总姐姐 气场全开的既视感 张婉义和王红义 一个化身为保家族势力长盛的霸气二哥 一个则是学成归来 即将大展宏图的奶狗小弟 六刘诗诗 刘浩然 刘宇宁 去年5月 35岁的刘诗诗 与25岁的刘浩然 在嘎那电影节同框 又引发了一番热议 两人当天的装扮 可以说一个张扬 一个低调 但却意外合拍 气质不凡 不过他们早在两年前 就合体拍摄过一组氛围感十足的写真 但是这一次 他们的感觉又变了 被网友脑补成书香门第家庭 培养出来的施家公子和千金小姐 他们不按时事却俏皮高雅 还特别有范儿 除此之外 刘诗诗应出演《一念观山》 与官配刘宇宁 现实中也属于年夏恋 两人当时在作品的宣传期 一起现身时 则给人现代版史密斯夫妇的错觉 七迪丽热巴 吴磊 王俊凯 易阳千玺 自带清冷感的九十花迪丽热巴 也是一个CP感极强的女艺人 去年的巴黎时装周中 她曾和比自己小八岁的王俊凯一起出戏 坐在人群中非常抢眼 很难不被关注 其实两人早在2018年的米兰时装周 就有过一次同况 当时王俊凯还略显直嫩 但几年后 她退去了青涩 再和迪丽热巴站在一起 有一种巅峰再见的感觉 热巴也曾在微博之夜中 和易阳千玺坐在一起 两人的氛围感呼之欲出 给人感觉是强势回归的复仇CP 故事感太强了 2021年 女方还曾与顶流小生吴磊合作过古装剧长歌行 因此有不少同况合作的机会 热巴是景天之后的另一朵人间富贵花 农艳系的长相本身就很有吸引眼球 带着一种侵略性的美感 吴磊则是棱角分明的长相 加少年初长成的引起 所以哪怕不用太多装饰和造型 也能轻松营造出一种玉树临风之气度 把刘依菲 肖战 李宪 2022年微博之夜上 刘依菲 肖战分别摘得微博年度品质演员荣誉 也因此成为一对豪门姐弟 确实刘依菲出道多年 自带千金气场 几乎是什么样的服饰在他身上都不为何 肖战作为顶流男星 一直是圈内备受关注的优雅贵公子 尤其是精致的脸庞加深邃的五官 可言可甜 可塑心巧 两人当时同台便引发热议 甚至还有人做了不少两人的海报 期待他们有机会在一起合作 此外 刘依菲因和李宪合作去有风的地方 产生交集 两人之后也曾在盛典活动中被拍到同框图 但遗憾的是 他们之间的豪门感 似乎并没有被充分的体现出来 久江输影 王子义 2020年 江输影和王子义 因为参加了某个品牌活动氛围感太强 而上了热搜 女方当时依旧走的是烈焰红唇风格 和她清冷的长相形成强烈反差 令人过目不忘 王子义的打扮倒是非常低调 但因为她的时尚感技巧 加上自身的皮帅特点 与江输影随意的同框 却意外的出了大片的既视感 10 王家尔 张小斐 2021年 张小斐凭借一部《你好》 李幻英一跃成为当红炸子鸡 咖位也直线上升 不久后 她便在《八杀时尚夜》中 与当红的男星王家尔狭路相逢 她们一个是高贵典雅的国民女神 一个是气质超群的贵公子 果然一开始两人便冲上热搜 成为新近的豪门姐弟CP 以上就是几对热门的豪门姐弟CP 你觉得哪一对的氛围感最强 期待她们照进现实招入合作呢